第六十九集乌鸡国 上一集说到了夺赦终于全部完成 接下来他们就要去乌鸡国 从道士手里抢回皇位了 这时候呢再说个小细节 就是猪八戒在井里龙宫时候 他说我要这个皇帝尸体干嘛用啊 当年我在山上时候常常将皇帝当饭吃 这句话正是说明猪八戒杀死了上一个皇帝 他上一个皇帝就是他爹朱高赤 也就是说朱弟夺赦了朱瞻鸡之后 没过多久就杀了自己的大儿子朱高赤 自己再次当上皇帝 这一段故事在西游记中 猪八戒刚出场作者就交代过一次 到了乌鸡国作者换了个说法又提一次 这件事的真正意思 就是揭露一个残酷的历史真相 名人宗朱高赤为什么当了不到一年皇帝就暴毙了 那不是自然死亡 是被他的儿子朱瞻鸡 或者说此时朱瞻鸡是朱弟 也就是他的亲爹给他杀了 这段历史又有哪一本历史书籍能记录敢记录呢 现在乌鸡国这个故事 西游记的作者将朱弟 祖孙三代如此恐怖的内幕 明白地记录了下来 几百年后 我将作者这番苦心转述给大家 看我视频的朋友 看到现在 我想大家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去鄙视那些所谓的历史专家了吧 这帮人研究了一辈子历史 靠死人吃出了荣华富贵 然而他们什么都不懂 一辈子在重复谎言 而且乐此不疲 甚至自觉高人一等 这就是所谓的反动学术专家 但凡他们有点智商 都应该发现 明朝历史完全不合逻辑 好了 不说贤片 进入正题 唐僧师徒 加上活了的国王来到乌鸡国 这段故事的主角就三个人 一个唐僧 一个道士 不过呢 他现在变成了假国王 还有一个 又是从水里捞出来的真国王 为了区别 我在图里面 把这个家伙画得水波荡漾 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三个主角确定了 那么我在这个时候 要给大家仔细介绍一下 三人的身份 唐僧代表历史上的朱棣 在这里 我还要再次介绍一下 西游记的作者写作技巧 前面说了 朱棣夺赦成功 那么朱棣应该死了 但是这不是故事里面的事 是历史真相 作者通过这些情节 来完成讲述被隐藏的历史 但是在故事中 这时候的唐僧 或者朱棣都不能死 现在说的 不是死了之后的朱棣 而是朱棣活着时候的故事 唐僧是朱棣本人 死去的国王 是朱棣的灵魂 而现在道士变成的这个国王 代表失去灵魂的朱棣 可是呢 他也是正常的活人 他在管理这个国家 现在我讲这个故事 讲到结尾了 必须将最终结尾 拿到现在讲一下 大家才好理解 乌鸡国故事的最后 是文殊菩萨过来 收了假的国王 这个国王 按照故事里面说 是文殊菩萨养的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 有个古怪的名字 这个名字也有深刻含义 因为要展开讲 所以我在这里暂时不提 我们只要知道 这个假国王 是文殊菩萨的就好了 文殊菩萨特意说了 这个妖怪在乌鸡国 没有办患事 相反的 他当国王的时候啊 国家是风调雨顺 五谷风动 这就是说 朱棣治理下 大明朝很好 因为那段时间 大明一直都处在上升期 否则哪里来的 正和下西洋呢 孙悟空就问 那你这个妖怪 还霍乱后宫呢 文殊菩萨说 没有这些事啊 我已经把它阉割了 他是太监 所以无法霍乱后宫 这个情节 正好和朱棣当皇帝之后 再也没有子女相对应 这也就解释了 乌鸡国的真正含义 就是国王没有小鸡鸡 通过这个结尾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判断出 假国王 其实就是太监了的朱棣 真国王 是朱棣的灵魂 一直被西天集团 好好滋养 真假国王 就是同一个人的 两个不同方面 知道了这一点 大家再看这段情节 就容易理解了 接下来 作者仔细描写 孙悟空和假国王的 打斗场面 这个场面 就不是猴子打妖怪了 这里面 是作者告诉读者 假国王 就是唐僧 就是朱棣 他怎么来表现 这个情节呢 我们依次看下去 首先啊 假国王 让手下 勤拿孙悟空 孙悟空 使用了一个法术 那些人就不能动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 大明的文武百官 根本不插手 真假国王的斗争 因为那都是 朱棣一个人 在外人看来 那就是唯一的皇帝 谁知道 他身体里面 有啥变化呢 大家眼里 朱棣好好的 在治理国家 是英明的皇帝 于是啊 又孙悟空 和假国王 俩人开始打 妖怪 挡不住孙悟空 他就跑到了 文武百官中 变成了一个人 变谁呢 唐僧 这里就是 作者特意留给 读者的大门了 我们想一下 这个假的国王 曾经和真的国王 同吃同住 同劳动 整整两年 他如果变化 显然最好 变个熟悉的人呢 然而他偏布 他直接变了一个 第一次见面的人 就是唐僧 这里意思就是 假国王 就是唐僧 这个手法 和之前讲的 真假美猴王 是完全一样的 当时 真假美猴王 没有人能分辨 看过我解读 那段故事的朋友 应该知道 那是因为 真假美猴王 是两个灵魂 共用正德皇帝 一个身体 所以无人能分辨的出来 因为看起来 就是一个人 这里啊 妖怪变唐僧 也是无人分辨 后面各种描写 比如啊 猪八戒分辨不出来 沙和尚也分辨不出来 孙悟空还分辨不出来 都是在反复的说 贾国王 就是唐僧 就是朱棣 后来呢 再给你个细节 孙悟空说 我们分辨不出来 让神仙来分辨 神仙能分辨出来 为什么神仙能分辨出来呢 因为朱棣的灵魂 是西天神仙养着的 所以他们自然能分辨 这时候 孙悟空的话是 神仙 快点分辨出来 哪个是真堂僧 分辨出来之后 你们偷偷告诉真堂僧 让他坐上龙椅 然而妖怪 听到了孙悟空的话 他抢先跑到龙椅上坐了 这个细节更是含义深刻 作者在这里 更是明白的告诉读者 这个妖怪 比真堂僧还真 他直接上龙椅了 要知道 在西游记中 堂僧对应的是历史上的朱棣 可在书里 他就是个和尚 而妖怪 他对应的也是朱棣 这时候 他抢先上龙椅 更是说明 他比堂僧 还更加代表朱棣 所以说啊 这个妖怪 就是真正的朱棣 现在他上了龙椅了 他在当大明皇帝 后来呢 是孙悟空自残 他让唐僧念紧箍咒 因为贾国王不会啊 这下贾国王就露馅了 贾国王就跑 孙悟空就追 就在孙悟空 要打死贾国王的时候 文殊菩萨来了 他收了贾国王 贾国王的真身显露出来 是一个失利王 这个名字的含义 太深刻了 这个世界上啊 有狮子 有舍利 这两种动物 但是却没有 失利这个东西 这完全是 西游记作者创造出来的 而他创造的东西 必然别有深意 否则他直接说 狮子王或者舍利王 这不就更简单了吗 那么作者 弄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到底什么意思呢 先说狮子 狮子在动物界 好像皇帝一样 一头熊狮子 一群雌的狮子 陪伴 好像皇帝和他的后宫 这里暗喻皇上 而作为狮子 他有个残忍的特点 成年熊狮子 会杀死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 如果他们 不滚出自己的族群 老狮子就会杀死他们 还吃掉他们 当然啊 弄不好 老狮子就是被反杀 这一点 就是作者再次说明 杀死诸高赤的 不是别人 正是他亲爹朱棣 只不过呢 这时候 朱棣以猪粘鸡的面目出现 这必然是作者 要告诉我们的核心 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 作者干嘛不直接说 狮子王呢 再加个蛇蜊进来 什么意思呢 蛇蜊 就是蛇蜊子啊 这就是作者 极端高明的地方 他用狮子 来代表 猪蜊杀死 猪高赤 用蛇蜊 代表猪蜊 夺蛇 蛇蜊子 可以理解为灵魂 灵魂转移到心的身体 狮子和蛇蜊 这样一结合 还瞒过了满清的文字官员 他们看不懂 这个新玩意儿 到底什么意思 于是西游记 就多了一层保险 否则啊 西游记 估计又被改得乱七八糟了 比如前面啊 四圣式禅心 那一段故事 当时就是因为 官员看不懂 那段奇怪的年龄描述 所以他们没有改变原文 如果他们改变了原文 哪怕一个关键的数字被改了 我现在都读不懂那段文字了 现在大家明白 这个失利亡的真正含义了吧 西游记的作者 正是通过如此奥妙无穷的一个新物种 一下子讲明了 朱棣身上的两个本质事件 其一 杀太子朱高赤 当时朱高赤 就是皇帝了 他是杀皇帝 其二 是夺赦自己孙子 朱瞻记 他也办到了 而且呢 作者通过文书菩萨出现 来暗示给读者 这一切呀 都是西天集团在背后操纵 这个故事到这里呢 基本讲完了 可是呢 还有个小尾巴 必须说清楚 先说一下啊 为什么来的是文书菩萨 为什么不是观音 为什么不是普贤 为什么不是别的什么菩萨 我相信啊 即便那些垃圾解读者 他们来看过我的视频 而且完整看到这里 如果我不解读 他们依然不懂 这里为什么一定是文书菩萨 而不是观音 或者普贤 这帮人 本身就是六贼 他们的思维 已经被西天思想固化了 无法改变 这里啊 文书菩萨的意思 是因为文书菩萨 一直说一句话 什么话呢 不二法门 这个不二法门 是文书菩萨的代表 作者用文书菩萨 就是点名这句话 不二法门 也就是真假国王 是一个 唐僧和死去的国王 是一个 唐僧和这个妖怪 也是同一个人 他们就都是一个 都是朱棣 这就是文书菩萨的 不二法门 这时候 孙悟空就质问文书菩萨 他说你养的这个玩意儿 你怎么不看好了呢 你让他跑下来 祸害人间 文书菩萨就辩解了 他说这个玩意儿 不是偷偷跑的 那是如来安排的 你别怪我 也就是西天集团 安排这么个玩意儿 下来祸害人间 那么读者一听 自然就觉得奇怪了 你这个西天集团 怎么竟然干坏事呢 所以啊 文书菩萨就给了一个辩解 他说这个玩意儿 下来祸害乌鸡国 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国王 不尊敬我 文书菩萨说 他化作僧人 来度化国王 这个僧人啊 我估计还不是和尚 应该是尼姑 文书菩萨变了个尼姑 来度化国王 国王直接把这个尼姑捆了 浸泡在水里 折磨了三天三夜 正是因为国王 折磨我这个小尼姑 所以啊 如来让这个家伙来下界 祸害这个国家 是替我报仇来了 那么这个故事 难道只是个故事吗 当然不会如此了 文书菩萨 如此郑重其事的说 连如来都牵扯进来了 显然 这对应着一个 重要的历史事件 这件事就是永乐时期的 唐塞尔起义 这个起义的详细经过啊 在这个视频里我就不讲了 我讲一下和西游记有关的 唐塞尔 他是白莲教圣母 听到这个啊 大家立刻就明白了吧 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 白莲教背后也是西天集团 唐塞尔给永乐皇帝 给大明朝带来了很大麻烦 最终唐塞尔被抓 这时候我们就说一下野史了 当做闲聊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啊 唐塞尔被抓之后肯定要被杀死啊 在杀他时候是先脱光了他的衣服 然后刀斧手上去砍 结果呢 唐塞尔化作一道彩虹 或者什么一道白光吧 具体我也不知道了 他就跑了 这个唐塞尔可以看作文殊菩萨 化作那个尼姑 但是呢 这还不是特别对应 实际上还有一个几乎完全对应的事情 朱棣在唐塞尔起义之后 对和尚尼姑大为恼火 他两次下令逮捕京师山东境内的 女尼姑和女道士 后来呢 又逮捕了全国数万名女尼姑和女道士 压解到京城审查 我们看看这个历史事件 是不是和文殊说的 我好心来度你 你却把我泡臭水沟里面三天三夜 完全对应上了 这就是完整的乌鸡国的故事 讲完了这个故事 我们回头看一看这一章的题目 婴儿戏话缠心乱 这句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详细解释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 朱棣可能最开始没有想夺赦 但是西天集团通过唐塞尔起义 等各种方式展示了他们的力量 这样朱棣就屈服了 所以缠心乱 同时啊 这个解释 再次给那个妖怪的名字 多了一层解释 因为蛇蜡 它长得其实和猫一个样子 而猫就是老虎的样子 所以蛇蜡也可以按指老虎 老虎战山为王 独来独往 不服管教 它自己就是老大 朱棣永乐大帝 雄才大乐 那也不会简单就被西天集团压垮 而西天集团看上了朱棣 所以必须想办法让他屈服 所以啊 经过我们制造的一些手段 当然还有更多我们不可能制造的手段 最终让朱棣改变了原来的性格 这就是婴儿被各种戏剧啊 弄得心乱了 所以朱棣就想长生不老了 那么接下来 原马刀龟 穆悟空就合情合理了 原是孙悟空 马是白龙马 这都代表反对朱棣夺赦的路线 孙悟空 明英宗 都是反对去西天取经的 他们都是刀把子 枪杆子 然而全被朱棣收起来了 这就叫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穆姆是猪八戒 就是朱棣夺赦的对象 他变空了 就是朱棣堤 成为了一个空空的容器 好容纳朱棣的灵魂 到此为止 整个乌鸡国的故事 我彻底讲明白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 咱们多得不说 就说这个标题 是不是字字带血 无异比是先篇 这等比例能是凡人拥有的吗 不信啊 我们可以去找找 确定是吴称恩写的文字 我们看看 他能有西游记百分之一的比例吗 根本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只要这么稍微一对比 就知道这根本不可能是凡人写的 更不可能是吴称恩 因为他真的没这个本事 好了 乌鸡国的故事 我基本讲明白了 其实这里有大量细节 我都忽略过去了 否则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讲完 至于后面还有些细节啊 我随便举个例子 那个文书菩萨说这个妖怪是阉割过的 所以不曾霍乱后宫 这个前面说了 我再重复一遍 这解释了朱棣当皇帝之后没孩子 也解释了乌鸡国的意思 再后面 孙悟空他们离开乌鸡国 这个国王啊 要让皇位给他们 孙悟空很霸道的说 如果我要当皇帝 天下万国九州 我早当变了皇帝 所以我不要你这个皇帝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历史 当时 郑和带着庞大的舰队 宛如航母编队 对全世界都是降维打击 他在东南亚啊 好像是这个地儿啊 随便就抓了俩国王 带回大明朝 因为这两个国王啊 不尊敬大明朝 孙悟空这段话 说的就是郑和的霸气 他要当皇帝 那真是早当了 除了大明朝 当时哪个国家 能抵挡得住他的大军呢 类似这样的细节啊 太多太多 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忽略了 对了 说到这里啊 我就想起我评论区 朋友的评论 这位朋友说起啊 明英宗是宣德二年出生 是朱专基的太子 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啊 宣德二年 就是朱弟都夺舍朱专基 起码三年了 这个时候 朱专基才生第一个男孩 这个显然不太可能 这时候朱专基起码二十七八了 那时候他们都结婚早 而且媳妇还是一堆 不是一个 所以啊 不太可能到了宣德二年 才生第一个男孩 此时我们回忆一下 八角流利井旁边 朱八戒对宣武功 说的那句话 就更加明白 那就是揭露这段历史 显然 朱专基不是没有儿子 他早早生了儿子 他在被夺赦时候 知道自己要完了 因此他恳请太监集团 把自己的儿子留下来 这就是弹药留根的具体含义了 而宋悟空说 我怎么帮你留啊 我只是个太监 我是听皇帝的 如果皇帝不肯 我就真帮不了你 那么结果呢 就是朱专基之前生的儿子 全被杀死了 甚至历史上 一点记录都没有 他们对朱专基孩子的记录 就是从明英宗 宣德二年开始 我们看看 这是不是残酷的历史真相 是不是西优记 给你一一记录了下来 是不是几百年 没人知道 那好了啊 又啰嗦了这么久 我不说了啊 下一集再见